哈囉大家好我是Sandy 前一陣子我遇到一位車友 一進我們店就說 可以再教我一次你上次把這件風雨衣 折成小折然後塞進後口袋的方法嗎 因為我在你們YouTube上都找不到類似的教學影片 然後我就在想 對耶 其實我可以來錄一支這樣的影片 因為這個天氣騎車 我們通常都會想買比較厚一點 比較保暖一點的背心跟風衣 但很多人會遇到的麻煩就是 戴厚一點的外套出門騎車 就會有不知道該怎麼收納的困擾 所以如果你今天也有以上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就來把畫面交給我們最美的店長Penny 來請她為我們示範 來Penny 好大家好我是Penny 等一下由我來示範你如何正確收雨衣 通常我雨衣脫下來之後 我要把它收在我車衣後面 我會有點緊 它其實是一間有點厚度的雨衣 所以我通常會先把拉鍊拉起來 拉起來之後它比較平整比較好收 那通常我就是這樣對折 有看到嗎 就這樣對折對起來 然後會把它放在身體身上 然後把它的兩隻袖子往內折 收到身體這邊 然後再往下折 往下折之後你要借助身體的力氣 然後把裡面的空氣擠壓出來 擠壓出來之後 你就會收成一個小小長長細細的 然後它就是會比較平整 然後呢你就可以往後收 然後這樣 你就可以收成一個漂漂亮亮的 一個小長條形 大家都學會今天佩妮教大家示範的 收雨衣收納的方式嗎 希望大家都學會囉 好的我們謝謝佩妮 那我相信在學會了這個技巧後 除了騎車方便好收納以外 你之後天然騎車需要買一件 保暖一點的風衣外套 就不需要再為了想要好收納 而犧牲了外套應有的保暖功能了 欸啊剛好講到風衣 買風衣外套吧 這邊我也來快速分享一下 三個背心跟風雨衣的挑選重點 第一個先問問自己的需求 你是如果天氣超好 就算寒流來也會想出門騎車的人嗎 你是只要一出門騎車 就會遇上下雨的倒霉鬼嗎 那你是比較怕熱還是怕冷的人呢 這些問題都會影響到你的風衣 該選擇背心或是長袖外套 輕薄或是保暖 防雨或是透氣防風的就好 好在了解到自己的需求以後 接下來就來到第二個細節 風衣外套就像是魔鬼一樣都藏在細節裡 比如在挑選的時候 我們可以注意到它是否有雙拉鍊的設計 讓我們在騎車爬坡的時候 想透氣可以拉開下方的拉鍊 來更有彈性的調節我們的身體冷熱 還有像是它背後有沒有後口袋的設計 或拉鍊口袋可以收納物品 或是有沒有反光元素來增加夜期的安全性等等 然後如果今天你是要找一件可以防大雨的外套的話 也要注意到袖口的設計會不會太鬆容易進水 還有布料拼接的地方有沒有防水條貼合起來 以達到完美防雨的效果 好再來是第三個 穿著感 試穿外套的時候也記得要感受一下 整體會不會太悶熱太不透氣 還有面料會不會太沾黏皮膚等等 然後在版型上也建議你要選擇和聲不鬆也不緊的版型 不然如果太緊冬天騎車裡面就加不太了保暖的衣服 而太鬆騎車就很容易增加我們的風阻 而且風跟雨水又很容易關進身體裡 你千萬不要覺得你買搭建布料比較多就會比較划算喔 好啦 希望今天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 那如果這些技巧你還是學不太會的話 也歡迎來Syclin Fabro 只要你一來 我就會馬上現場一對一開班授課 教你怎麼折風衣 我們除了學費零元以外還全年無休 為的就是怕你哪天忘記怎麼折風衣的時候 可以隨時找到我了 好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